台中縣市合併以後 台中市的人口追上來超過高雄市 他們號稱現在是台灣人口第二大的地方 中部地區的確人口在流入 這裡有工具機產業 還有其他一些機械 很多產業 第二個是企業會流入的 就是你要投資於不斷有新創事業進來的城市 包括微型企業 就是有很多人在這裡開辦企業的創業的話 這樣的城市值得你投資 很多中小企業要透過創新推動創業 然後帶來就業機會 那麼促進地方繁榮 這產生良性循環 就是投資帶來繁榮 繁榮又會吸引更多的投資 你希望投資於有良性循環的城市 就是滾雪球 你的資金投入有助於地方發展 然後別人跟你一樣看法 大家都在投入的結果 會產生良性循環 房地產的投資項目裡面 今天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微型商辦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因為你如果買大型商辦的話 那個通常都是 人壽保險公司的投資標的 很多公司小型化 扁平化 扁平化的意思就是說 從公司的領導到一線員工的話 這個距離很近 溝通起來比較順暢 一方面 微型商辦的投資成本比較低 總價低於台北的 容易被中小企業接受 就這一點來看 中南部首選是台中七期那邊 展現新都會的設計景觀 從創業環境來講 你看公共建設 你看生活機能 你看產業鏈的聚落對不對 然後目前台中七期 在全台灣來講 它是比較名列前茅的 它吸引的商業登記 公司登記 現在都是名列前茅 這種微型商辦的話 長期看好 它有兩個好處 一個收租金 一個它本身會增值 那麼台中市目前 全台灣號稱人口第二大 那麼人才持續湧進來 微型商辦是新潮流 有地緣優勢 台中七期 然後短期那有穩定的租金 長期來還可以享受資產增值 然後交通往南往北都算方便 那麼微型商辦絕對是必要的